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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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我叫做Leo 既然時間就只有九分鐘 那我就趕快開始了 不好意思 我覺得要脫離一下剛剛有點低沉的氣氛 因為我的圖實在是太開心了 我呢 先從我之前自己的故事開始講起好了 以前我曾經在高中的時候就是一位 業餘的魔術師 然後我第一場表演就是在學校兩千人的 校園裡面展演 表演 然後如果你問我說你敢不敢再做一次 我會說起笑 誰敢做那種事情 太誇張了 我第一次表演就上去了 然後我自己非常喜歡運動 所以衝浪是我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興趣 但我永遠記得在我第一次衝浪的時候 教練一教完 然後第一個浪上來 我就上去了 我當下第一個想法就是 我一定要出一本書叫做 如何第一次衝浪就上手了 但是後來沒出成原因是 因為我發現我第一次是僥倖 所以 好 沒關係 那接下來這些照片呢 其實是因為我在寒假剛好去夏威夷自己一個人 就也剛好是我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出國旅行 然後的一些照片 然後這一張我只是想要放出來跟大家炫耀一下 大家都是辣妹這樣 然後我也去過雪梨 然後很多國家這樣 好 那很多人可能會問我說 你做過那麼多事 去過那麼多地方 那麼你最喜歡的事情到底是什麼 奇怪 我都想不出來 直到有一天在2012年的夏天 我突然默默的好像為了自己一個 是為了 許了一個願望說 欸 上帝啊 我這輩子好像活得太順遂了 是不是該來點挑戰啊 意想不到的是 就是 就在那一年夏天不到兩個月 我得了一種 我就得了一種類似 憂鬱症的心理疾病 叫做恐慌症 所以 但也因為那個恐慌症 教導了我 幫我發現了 什麼才是我真正最想要的事情 幫我釐清那麼多事情之中 哪一件事情才對我最重要的 而那一個最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我家的狗 他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巧克力 他是一隻五歲的巧克力色長毛蠟腸 然後 他一直是我最棒的夥伴 因為他永遠不會批評我 他永遠不會評斷我 所以我非常喜歡跟他講心事 是的 然後 他也是非常的厲害 因為我非常喜歡他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他是女人殺手 每次我對他去遛狗 然後就有女生走過來說 欸 好可愛喔 他叫什麼名字啊 可以摸他一下 我說可以啊 你也很可愛啊 有沒有啊 然後瞬間氣氛就 又提高到另外一個層次了 好 但雖然 他是我一隻那麼寶貝的狗 但是他其實原本是一隻 非常非常糟糕的動物 怎麼說呢 他曾經為了擊殺殘除 然後搞得自己口吐白沫 然後在醫院住了三天 這就算了 那有什麼辦法呢 因為這就是我的狗嘛 那這樣就算了 我想說因為他實在太壞了 後來我媽就把他送去那個狗狗訓練中心 結果被狗狗訓練中心退回來了 但有什麼辦法呢 這還是我的狗啊 那最糟糕的是 因為我媽媽他自己也算是在做業務 結果我媽媽有一次帶著他 他竟然咬了客戶 那怎麼辦呢 他還是我的狗啊 對 所以 後來我漸漸的了解到一件事情 是直到我想出 欸 或許這不是 這是一個契機喔 或許 它不是真正問題 而是一個機會 一個機會讓我學習 如何當一個負責的主人 如何學習當一個 比較assertive的領導者 就是在狗群裡面是這樣說的 所以 我覺得 他前一個講者他剛剛有講到 所有的議題啊 其實都不是 都不是真正問題 而只是問題的結果 就像是癌症 癌症它並不是問題啊 它只是你生活做習不良飲食 習慣不良的問題的結果 所以就像你家狗如果會咬人 那咬人也不是問題 而是問題的結果 OK 好 之所以我體悟出那兩句話的原因是 我看的這個電視節目 不知道有沒有大家有看過 它是那個 Discover 國家地理頻道的包狗班長 然後 我發現他的教法實在是太厲害了 因為今天我實在是沒有時間跟大家分享 所以 讓我們就跳過去好了 我後來就出國的時候 特別去留意他的書 然後我買了這兩本書來看 然後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完原文的書 我覺得哇真是 它裡面提到了 提到了三個很重要 建立一隻平衡 健康 有自信的狗狗的三個元素 第一個元素就是 運動 運動超級不重要 第二個就是紀律 第三個就是關愛 然而我用了這三個元素 開始教導我狗狗之後 我發現 它有非常驚人的改變 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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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亂大家 後來我發現一件事情 其實 其實 人也可以 這三個元素也可以運用在人的身上 因為 自從我開始像狗狗他們學習 利用這三個元素來調教我自己之後 我發現恐慌症 漸漸的漸漸的 我的藥量越來越少 到現在完全已經康復了 然後 因為我自己不只是 身兼英文老師 是個學生 然後 我之前在收容所幫 收容所遛狗 之外 我最喜歡的事情 就是遇到新朋友的時候 就跟他說 你家有沒有養狗 他說有啊 你家狗乖不乖 我超希望他說他不乖 因為我這樣就可以去他家教狗 在我教狗的歷程當中 我學習到了幾項 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狗狗 他們永遠活在當下 他們不會擔心未來不會 悔恨過去 我覺得這是我們人很 很難去做到 但是我覺得 唯有活在當下 才可以真正的 才可以真正的享受 真正的快樂 第二個就是 從狗狗看出去 從狗狗的眼中 看出去什麼呢 很多人可能會說 好 算我 我不提那個 很多人 就是 從狗狗的眼神 眼神中看出去 他會覺得 你每個人都是一個泡泡 然後那個泡泡 然後是你個人特質的能量的投射 所以 好 如果 關於能量這方面 我實在是有太多事情 想要向這位那個 燕光師請教 但是 如果有狗狗能量這方面的事情 想要更了解的話 可以再來跟我講 因為時間實在不夠了 快點 好 我學到第三件事情 就是 在狗狗的世界當中 他們會絕對的服從領導者 然後 領導者 他們永遠是最穩定 最有自信的 然後 最支配性的 這世界上 就只有一種生物 會 追隨不穩定的領導者 那就叫人類 因為我們創 創立了民主 所以選出了 很奇怪的總統還是領導人 我不知道 但是 他並不是天生的領袖 而在自然界當中 只有天生的領袖 才可以當真正的領導人 然後 第四個就是 你一定要 這個字是我自己創的 就 reconnect with nature 就是你一定要多和 多和 大自然接觸 因為 在我 療癒我自己 恐慌症的歷程當中 其實很多時候 是因為我帶 我家的狗狗就是 遛狗 然後我就把 鞋子脫掉 然後走在草地上 我發現那樣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 然後我今天剛好也看到一篇報導 他說 為什麼我們都市裡面 總是像建築物裡面 可能要有一張風景畫 然後 城市的街道需要有行道樹呢 因為當我們人類 只要一沒有和自然接觸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感覺到被孤立 孤立之後就會形成更多心理的問題 所以 要多跟 多跟 多跟大自然接觸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也是我從 在 教狗狗之中學到的 然後 他教我的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 人類只不過也是一種動物嘛 為什麼 我們只不過發明 iPad iPhone之後 然後我們就好像視自己為不同的高等生物 然而我覺得 所有事情 一定要回歸到自己內心的本質 去 像狗狗一樣 他們不相信知識 他們相信的是心裡的直覺 而心裡的直覺 就是 才可以讓你真正去瞭解 你心裡是真正要的是什麼 好 怎麼跳出來了 然後 最後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要如何過著一個 不好意思 你心裡會喜到的事情 我覺得是 第一個是 你一定要讓你的心自由 你要把所有的知識 所有你已經知道的事情拿掉 去相信你的心 第二個 就是讓你的身體自由 去多接觸大自然 第三個 或在現在 你可以幫助我一下嗎 oh sorry 上一點點快結束了 好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麼做好了 我建議你去問一個人 就去問你家的狗好了 他一定會很樂意教導你 我敢保證 對不起 我又按到了 好沒關係 大家繼續好了 好 我 我今天來其實有一個目的是 我有一個夢想 我想要創立一個 狗狗運動的中心 其實我剛開始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 我想要創立一個 待客遛狗的公司 但是 我覺得這樣子講太聚焦了 所以我想要創立一個 可以幫助狗狗 過著幸福快樂 健康平衡生活的 就是 狗生 的一個公司 所以 好 所以 沒有PPT的嗎 好的 所以 如果對這方面啊 有 任何興趣的 真的很歡迎 可以來跟我聊一聊 或者是 如果你家狗很不高 還可以 我可以免費幫你教狗 那就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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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